姚明追罚很不公平 郭世强之前怼裁判 被禁赛了五场 那么周鹏大队长 作为广东队的主力 之前被罚款了三万元 另外还禁赛了一场 然而现在的北京手钢队 翟小川 他却跟场边的女记者 进行怼了起来 过后却毫发无损 那么姚明这个处罚 到底是否合理呢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作为CV的裁判组呢 那么最近做出来的判法 可以说争议很大 其中呢 尤其是当北京手钢队 对战这两管萨队的比赛 那么整场比赛打下来呢 争议比较大了 那就是翟小川 另外呢 还有朱燕熙 就跟场边的女记者 对了起来 那么另外呢 王小辉也加入到了阵容当中 三名手钢队的球员呢 就跟这名女记者 进行了户队 然后呢 直到如今 那么最终的一个处罚 结果呢 也出来了 作为这名女记者 哪怕说她在社交媒体表示到 她是跟姚明王自治呢 称兄道弟很多年 但是呢 最终还是不管用 CV方面呢 还是给出了最终的判法 那么这名女记者呢 她就被 竞赛了 说白了 说白了也就是 第二个阶段 CV的比赛呢 女记者 她是不能够 再来到赛场 作为采访的记者 来采访球员了 说白了 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呢 她将要去 被竞赛 那么 作为女记者呢 她去干扰到了 首钢队的比赛队员 干扰到了比赛 很明显呢 她受到了现在的处罚 那是比较合理的 而与此同时 那么首钢队的 宅小窗方面呢 以及 王笑辉 朱燕熙 其中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跟记者怼了下来 很明显的 球员的角度 那么在现场呢 发生这种行为呢 也是不对的 简单来说 也就是啊 那么宅小窗方面呢 作为首钢队的主力 也同样是违规了 但是呢 最终姚明方面呢 没有给出任何的追罚 而CV的裁判主呢 也并没有说呢 去竞赛或者说处罚 宅小窗 王笑辉 以及朱燕熙 作为对比之下呢 争议最大的 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那么之前呢 作为CV的队伍当中 非常出色的 郭世强主教练 郭世强呢 他所率领的广州队 在之前的比赛呢 他就面对着裁判主 其中呢 就面对着裁判主的技术台 有很大的争议 郭世强呢 提出了抗议 提出了争议 结果呢 被裁判主 竞赛了整整 无常比赛 另外还罚款了 2万元 到底合不合理呢 其中呢 裁判主 对于之前 郭世强 他跟裁判 进行怼了起来 对这一个行为呢 很明显也是 违反了规定的 那么裁判方面呢 最终给出来的处罚 确实呢 比较严格 郭世强指导 直接被禁赛了 整整 无常比赛 另外呢 还罚款了 2万元 同样的道理呢 作为广东 红尼队的主力队员 那么 周鹏大队长呢 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因为 在广东队 对上 苏州队的比赛 场边呢 就有一位球迷 他去骂了周鹏 骂了周鹏 他的家人 那么周鹏呢 就感觉到很气愤 同样的是面对着 在观众组的 球迷 那么周鹏呢 就对着这名球迷 骂他的球迷 直接表示到 叫他过来 而且呢 是给了他一个宗旨 那么周鹏的 这个动作呢 结果被裁判 直接被禁赛了 一场比赛 而且罚款了3万元 周鹏他是跟 球迷 做出这个举动的 那么他被处罚了 而郭世强指导呢 是跟裁判组 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最终也被禁赛 被处罚了 那么现在呢 宅小川 王小辉 朱燕熙 同样跟场边的 不是球迷 反而呢 是跟女记者 怼了起来 而这一个行为呢 明显是违反了 十倍的规定的 然而知道如今 女记者是受到了 相应的处罚 被禁赛 然而宅小川 朱燕熙 王小辉等人 没有任何的处罚 毫发无损 所以说呢 姚明方面呢 对这个处罚呢 在广大的球迷 跟不少专家球迷 朋友们看来 非常的不合理 不公平啊 那么大家认为呢 要不要追加相应的处罚呢 同时呢 对裁判方面 做出来的争议判罚 大家有什么想说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大家可以 在我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分享 下期 感谢大家